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上海疫情尚未稳住 北京的疫情苗头在起 有了上海封城的前车之鉴 北京市的市民纷纷抢货囤粮 以备不时之需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在微信和微博的平台上 除了疯传囤粮的清单之外 也冒出了许多北京上海两地市民交流学习的段子 微信给这个生动传神的句子刷屏 上海人民在风控当中等物资 北京人民在物资当中等风控 北京和上海各顶着中国的首都和直辖市的光环 落脚的中产阶级 包括中国民人和外国人等的占比高 疫情动态很吸引人们的目光 一旦出现了吃饭难 看病难等一些混乱的局面 迅速的传遍了社交媒体 而国际媒体也很快就会做出报道 而相比之下 除了中国的魔都和帝都之外的城市 因为资源没有那么多 城市的体量也没有那么大 众多的民众有抱怨和不安 很容易被人遗忘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疫情蔓延之下 中国的主要城市上海持续封城一个月 导致了民怨沸腾 世界舆论关注 不过当新闻的焦点继续集中在了一线的城市的同时 外界却很少的注意到 中国众多的中小城市已经经历了程度不一 且一轮又一轮的漫长的封禁的措施 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报道说 自今年的三月下旬 上海因为疫情而被严密的封控至今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 和金融中心 而在星期天的时候 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出现了确诊病例激增 北京的朝阳区进入了封锁的状态的消息 也跃上了许多媒体的头版 当这些一线的大城市的封控消息传遍了网络之时 还有一些城市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在那里 人们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封控 有的时间甚至已经超过了五个月 有媒体发现漫长的封锁 已经让那里的经济凋敝 百姓纷纷 离乡异地谋生 4月25号的时候 以创作短视频知名的一条网站发布了文章 题为最长封锁160天 这些城市几乎被遗忘了 文章透过对云南瑞丽 广西东兴黑龙江的隋风河三个边境城市的居民的采访 试图唤醒人们对当地民生状况的关注 报道说从2020年开始 中国官方在应对疫情政策上就强调所谓的外房收入 内房反弹 加强了常态化的疫情管理 作为防止境外输入前沿的一些边境小镇 也开始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漫长的封锁 中国的云南瑞丽拥有着中缅边境最大的贸易港口 经济得益于边貌优势 但是从三年前疫情爆发开始 瑞丽市的市民已经经历了九次封城 一共超过160天 前后也至少130次的核酸测试 根据瑞丽官方发布的数据 当地最近一次全民的核酸检测是在4月18号 人数约有19万 而一年前的核酸检测 也就是2021年的4月13号的人数 却有将近38万 一条网站的文章有此分析 过去一年当中至少有20万人离开了瑞丽 而自由亚洲电台也采访了 在瑞丽一家宾馆工作的杨信先生 他也证实了这一点 表示瑞丽确实经济不是很好 因为疫情原因经常封城 大部分的商贩都去另外的城市 一般都会去较近的 陵川 平江 藤冲这些地方 另外干命人士还表示 目前要离开瑞丽 出去之前还需要居家隔离7天 并且做核酸测试 而另外一位瑞丽的网友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瑞丽边境目前依然是封闭的 酒店内很少有人入住 至于当地的人则是能够离开的都离开了 隋丰和市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在日附下的一个县级市 是冰随铁路的终点与俄罗斯接铃 建有隋丰和中俄户市贸易区 2020年4月份的时候 该市曾因为大量的境外输入病例一度封城 一条网站的文章统计 自今年1月25号以来 隋丰和陆陆续续的已经封城近90天 快递、药店、医院门诊全线停滞 俄获一条街的商家已经倒闭了大半 一位当地餐厅工作人员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没有开业也没有营业 约有三四个月了 他说封控目前已经解除 餐厅终于快开业了 而广西边境城市东兴与越南接壤 行政上归防城港市管辖 当地从今年的2月23号晚上开始封控 直到4月24号的零时才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封控一共持续了约60天 根据一条文章的描述 这里有2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 其中超过15万是外地移民 旅游业中越贸易以及相关的产业是支柱 大部分人赖此为生 疫情爆发以来近10万人已经离开了东兴 东兴封城进入50天之后 有一个视频在当地流传 一名中年男子抱头痛哭 原因是连续50多轮的核酸检测 让他濒临崩溃 这也是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后 东兴最漫长的一次封锁 而报道指出受到封城影响的 不仅是以上的几个边境城市 在过去几天又有更多的城市 因为疫情的升温被全封或者是半封 其中包括了内蒙古的包头市 4月25号的时候发布了通告表示 确定两名新冠的确诊病例 在包头市全市实行严格的社会面的管控措施 全市进入禁止状态 街道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全市六区将从25号晚上开始进行全员的核酸测试 此外浙江的杭州市自4月23号开始 对部分地区实施为期三天的管控措施 居民出行受限并且进行强制的核酸检测 杭州作为中国的科技中心 也是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地 河北唐山从4月19号开始 对全市实行临时性的封控管理措施 封控管理为期三天 但部分地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封控 五湖自4月17号开始 对主城区暂时实施静态管理 并立即开展全员的核酸检测 另外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网此前的报道说 从3月下旬到现在上海 长春 邯郸 全州等多地曾经封城 导致了6000多万人受到影响 目前至少仍然有22个城市与地区 在封控当中 遍及吉林 山西 黑龙江 江苏 陕西等多个省 涉及到了近3000万人 而人在美国的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 这是目前中国封城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共的封城和半封城 或者硬封城和软封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在所谓的全域静态管理措施之下 这些地区居民除了核酸和救援之外 足不出户 公共交通暂停 学校停课 社会车辆不得上路 经营性的场所一律停业 形同封城 报道表示 上海封城已经在网络和其他的媒体上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次生灾难的频传 民怨沸腾 当局不得不持续加强网络封锁和舆论的控制 甚至有网民发现 很多其他城市的人 已经无法在微博上看到上海人的发言了 但是在其他的很多中国的中小城市 虽然已经长期面临实际封控或半封控的状态 但却很少有相关的消息传出来 唐靖远认为 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这些中小城市在舆论上受到的关注程度比较低 还有可能是当地对于相关的舆论封控比较强 个别的有这样的信息披露 但很难引起发酵 唐靖远认为 中国官方对很多中小城市的封控 已经成为了常态 大众可能对于这种信息会产生心理麻木 习以为常 相比之下 上海封控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是因为上海对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第二则是上海的封城背后 有强烈的政治性的因素 他说上海封城的背后是存在着中共所谓的两种路线 两种模式的一种明争暗斗 他里面掺杂了非常强烈的政治化因素之后 导致整个上海的不配合度非常高 是比较少见的甚至是公开的 报道说中国各地的本轮的封城措施 恰逢中共的二十大的前夕 唐靖元表示习近平的政治权威 以及他是否能够连任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紧密相关 这是上海封控被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 而那些中小城市的经济体量小 人口少 外界也很难了解到封锁给当地的经济民生 造成的伤害程度还有规模 再来看一下任上海封城义工 中国飞机设计师过劳死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七夕表示 上海封城一个月各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社区志愿者孟庆功前晚九点多钟的时候 因为劳累过度心肌梗塞猝死 据悉孟庆功生前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 型号副总设计师 据悉孟庆功是上海闽航区新庄工业区 景峰院社区的志愿者 在4月25号的时候 网上流传出了一张微信群的截图 截图上写道 社区志愿者三片区负责人孟庆功 4月24号21点许 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 抢救无效离开了我们 孟庆功自三月中旬以来 一直致力于社区的志愿活动 对孟庆功的离开 我们致以沉重的哀悼 对孟庆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而上海新庄工业区相关的人士 向中文媒体澎湃新闻表示 孟庆功当天晚上在家里突发心肌梗塞 马上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据悉孟庆功生前是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型号副总设计师 同时也是中国商飞复合材料中心的副主任 孟庆功担任上海飞机设计院结构部 党总支部书记部长期间 曾经被中国商飞公司 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好 再来看一下广西狂刮协风 人手一册习近平大家学坐在田耿上朗读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西西表示 中共二十大的前夕 中共的广西南宁市委宣传部 编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系列口袋书 派发到了农村企业医院进学校进课堂 官方表示口袋书成为了干部群众的掌中宝 掀起学习热潮 还出现村民围坐在田耿上朗读的场面 南宁市广西的首府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广西全票当选了中共的二十大代表 广西党委最近也推出了六集电视专题片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出力赌刑 南宁市委宣传部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编印了习思想系列口袋书 据称语言简洁内容丰富携带方便 把习近平最重要的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第一时间向全市870万的各族干部群众宣传宣讲 做到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学习全覆盖 报道说口袋书派发到了学校农村企业医院酒店 官方图文并茂的报道表示 有的群众坐在马路边手持口袋书学习 有的四个人一组夜幕之下在停下学习 五星级酒店的五星山庄的厨师服务员 还有酒店经理等十几个人分两排站立学习 综合南宁当地媒体的报道说 在上林县唐红乡万福村田间地头 劳作之余村民围坐在田梗上 住村第一书记作为领学员 用当地方言带领大家朗读口袋书的内容 让村民更好地听懂理解党的最新政策和创新理论 村民时而交流学习经验 时而向领学员咨询解惑 学习氛围浓厚 报道说这本小小的口袋书 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并且小巧方便携带 随时随地就能够拿出来读一读 简直就是知识的充电宝 当地媒体引述了上林县成泰乡 党委副书记潘小宝的话表示 闲暇时间把口袋书拿出来 翻一翻学一学看一看特别方便 报道表示 南宁江南区的沙井街道退休老党员 黄克卫拿到口袋书之后很高兴 说这个口袋书可以说是流动课堂 随时都可以翻阅学习 另外当地媒体的报道说 在良庆区纳玛镇潭板坡村 领学宣讲员和群众在村子里 在榕树下一起用壮语大声读出口袋书 不少路过的群众被吸引 纷纷加入进来 南宁市富有保健院举行赠书仪式 向全院职工送上口袋书 该院的院党委书记蒋武 向党支部代表赠送书籍 要求充分利用好口袋书 这个新型的充电宝 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充电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